它很方便 你就放在口袋里 攜帶很方便 又輕便嘛 所以你想到要運動的時候 就可以拿出來來 這叫做先人指路 伸出去 這也是練 往前伸 練腿的力量 大家好 我是物理治療師 簡文仁 最近大家對 增肌減脂 非常的夯 很流行 當然這個很棒 你的肌肉可以增加 讓你避免肌少症的風險 而且能讓你的生活更容易 因為你的機率夠 你日常生活 應乎自如 可以跑可以跳 我的力氣強大 猛然 辣妹 那當然是很棒 重點是還要減脂 把你的脂肪減少一些 要不然太胖的話 對健康的風險還是比較大 那我們就透過哪些運動呢 有時候我們會覺得說 彈力帶就是一個很不錯的道具 因為我一直鼓勵大家 學時學地 快快樂樂做運動 那你要學時學地做 有時候你出去外面不方便 所以彈力帶就有這個效果 它很方便 你就放在口袋裡 攜帶很方便 又輕便嘛 所以你想到要運動的時候就可以拿出來 來啦 我這個是可以做這個激力訓練 因為它有阻力 利用它的阻力 我可以往這邊拉 練三頭肌 我可以拉回來 練二頭肌 其實很多痠痛的病人 我們除了疏解它的痠痛以外 有時候它五十肩 它關節卡卡的 我們要幫它做伸展操 幫它做伸展 讓它靈活一點 但是呢你如果靈活了以後 你的肌力沒跟上 你很容易又受傷 很容易又痠痛來了 所以當這個病人 它的痠痛我們給它適當的緩解 靈活度也給它加夠了以後 我們就會建議它做運動 運動這個時候目的是強化肌力 所以我們會給它一些彈力帶 那彈力帶呢 它就各種不同的方向做運動 有阻力 把肌力練強了以後 它以後呢 這個痠痛問題才比較可以徹底的解決 好彈力帶的運動呢 非常非常多的變化 太多了 那今天因為我們現場 只有這個兩條短短的 我們做一個簡單的示範 比如你坐在那邊辦公的時候 你想練練大腿的外側的力量 你就把它綁起來以後 你就可以一二 做這些簡單的運動 你這樣在運動的話 這個大腿的外側 這個膝蓋就可以達到運動的目的了 這是往外 因為它只能這裡 你也可以往內 練強化你的內收肌 我們的大腿裡面有所謂的內收肌 那這個時候呢 你可以把這一帶綁在另一個地方 綁好以後呢 就一 二 三 這是強化大腿的內收肌 所以你變成就可以練不同的方向 不同方向 你也可以把它 把它踩在這個地方 練這個 伸出去 這也是往前伸 練腿的力量 抬起來 往下 然後再往下 你就變成一個不同的方向 那當然有時候長度夠的話 你有很多種綁法 綁在下面 然後往前踢 往前踢 就可以也可以練往前踢的 你也可以往後勾 往後勾就是你這個地方主力在前面 然後你把它勾進來 這是練往後勾 不然就要說它的變化是千變萬化 很好玩 你就是拿著一個彈內袋 你愛怎麼玩就可以怎麼玩 這叫做仙人指路 往那邊仙人指路 你也可以 身在那個地方以後拉弓射箭 我現在這一隻手是拉弓射箭 只要你想到 肌肉收縮 用力 我們有一種叫等長收縮 微蹲 或者縮腹拱背 肚子縮進去 捧著那一隻 捧著那一隻 這些都很簡單 也很方便 記住 只要你動 就有效果 那各位網友如果有任何問題 歡迎您在留言區留言 我們有美麗的小編 可以幫各位收集意見 然後再轉達給相關 給您回答 給您參考 希望大家都能夠做到 身材搖腳 體能一級棒 健康就有主意 謝謝